大家好 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1到7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情况 又给大家传递了思思含义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数字 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 实现总额是48,929.5亿元 同比下降1.1% 这个趋势不知道是不是跟任总说的一样 以后一直是这样 1到7月份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7,370亿元 同比增长8% 国企还增加了 5分之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36,347.3亿元 增长3.2% 外商及港澳台 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10,935亿元 下降14.5% 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3,116.5亿元 下降7.1% 在大类中 1到7月份 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9961亿元 同比增长1.05倍 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36,217.2亿元 下降12.6% 所以像电力热力燃气水 实现利润总额是2751.2亿元 下降12.5% 你制造业下降了 肯定这些大宗原材料也要 消耗品也要下降 当然它有很多详细的分类 我们就不一一念了 这里边 我们关注一下这些下降的这些指标都有哪些 可以说下降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专用设备制造业下降2.6% 这个农副产品加工下降7.5% 非金属矿物制品下降8.2% 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9.6% 就是手机行业等等这些 仿制品下降10.3% 那么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下降12% 就刚才说的原材料 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12.8% 汽车制造业下降14.4% 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44% 这个和采矿是不一样的 那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岩加工业下降80.8% 所以可以说全行业的下降 另外在统计中 还有很多的比较 比如说他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也做了统计 资产增加的还是不少的 但是资产负债率也在提高 特别是应收账款 7月末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 是20.69万亿元 通比增长14.2% 产成品 存货6万亿元增长16.8% 大量的库存和大量的应收款 所以 已经不是我们开头说的丝丝含义了 现在是冷空气来袭 西伯利亚冷窝来了 是不是往后10年都这样我不敢说 但是起码 1到7月份的统计是相当不乐观 好的 您要是有看具体文章的可以上国家统计局网站看一下 里面写的比较详细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